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都希望政府官員 可以苦民所苦 還有什麼樣的遇到事情 你要對症下藥 不要自己找解方 然後結果 可能根本就是治標不治本 或是根本解錯方了 我們來看到的是 台灣高鐵在原家南路段 說是因為 農用大量抽取了地下水 導致近年來面臨了 軌道呈現的危機 直接讓整個的高鐵危機重重 所以農委會主委 陳吉仲在昨天怎麼樣 他出席了 這個是金酒器座高粱播種的 祈福會的時候 他就說什麼 他告訴大家了 好 他在出席這樣的會的時候 他告訴大家說 現在這個種抗旱高粱 可以節省灌溉用水 他說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可以不要去 浪費這個水資源 所以他怎麼樣 喊話說大家喝高粱喝起來 種高粱種起來 只要種高粱 就可以有助於改善部分 農地地層下限的問題 所以告訴大家說要多多消費 好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他跟新門縣長還有金酒公司來做呼籲 就是喊話這一個slogan 他說喝高粱就高鐵 好 有農民說是願意來跟著改善 是不是有機會收入提高 但是直接被打臉了 我們來看一下前台南縣長 包含他現在是律師身分的 蘇環智他說什麼 他說雪甲 因為他是在地的 雪甲是漁溫區 地層下限主要是來自 長期漁溫抽取地下水 跟這個高鐵根本沒有直接的關係 還有說什麼 需要嚴格來抽取地下水 跟制宏持蓄水概念來做管制處理 而不是耕種高粱可以解決 所以等於說專家直接來給他打臉了 這件事情是不是有些尷尬 我們就來告訴大家了 現在問題要解決 這必須是要好好解決 而不是你自己認為說 這樣子我可以來解決問題 所以說現在喝高粱就高鐵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顯然是有些諷刺的 你對於地方上真的有了解嗎 你身為農委會主委 你真的你有敬你自己該敬的職責嗎 好 這件事情 都被大家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了 好 另外持續帶各位來關心到的是 包含在立法院的部分 上個月通過了 18歲公民權的修憲案 交由公民覆決 中選會昨天拍板公民覆決投票 跟今年年底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通通一起在11月26號1126來舉行 年底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最多是有到五張選舉票的 你再加上覆決案的這一張公投票 加起來多少 六張的票最多最多 那麼中選會就認為說 這個投開票的作業 應該是不會到太複雜 並在一起OK的 對此國民黨就說了 尊重中選會的規劃 但是民進黨你是不是應該反省自己 是不是雙標呢 因為你在野的時候高含公投綁大選 去年你為了要讓台豬進口 現在不惜地剝奪人民的公投 反對了公投綁大選的公投案 現在對於修憲案 你又轉彎希望來綁大選你的雙標 會不會也差太多了一點 當這一台水塵生成機 可以即時補充抗菌液 而且三分鐘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塵 一瓶電解液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塵 比病毒還有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所以是不髒害環境的 一年使用兩百次也沒有問題 可以上快點購 下單購買